台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日本三一大地震即将建满12年 日本政府预计在今年春夏之际 就要将福岛核电厂上百万吨的废水 陆续的排放入太平洋 负责营运的东京电力公司强调 经过净化处理的核废水 不会危害海洋环境 而为了消除大众疑虑 东京近日更直接的在核电厂内 用核废料来养 东京电力公司辅导第一核电厂员工 最近多了一项新工作 那就是养鱼 大水缸里分别是笔木鱼和鲍鱼 除了喂食饲料 还有电子数据监测系统 确保鱼被类没有异状 原来福岛第一核电厂超过 130万吨的核污水 日本政府预计采用多核素处理系统进化后 今年春夏之际排放入太平洋 不过即使经过净化 废水中仍含有川等少量放射性物质 为了证明废水不会危害海洋生物 东京电用核废水养鱼 希望消除渔民和大众的疑虑 当地渔民仍不放心 认为东京和政府没有充分沟通 就要将核废水排放入海 渔民生计好不容易稍有起色 如今商誉可能再度受损 辐射危害同样重创福岛农民 辛苦种出来的稻米 没人敢吃下肚 不过如今当地农民和业者合作 开发用稻米为原料 制成低碳塑胶餐具和塑胶袋 为福岛的未来发展 找到新希望 这里能备 好